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便加入一些 然后再清除 再逐渐 再少一下 爱爆的话 我们就 看一下他有没有做一些什么 要用啊 加区断什么的 这些都不是 他这里是没有掉样的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们给他添加区段 添加个区段 我随便加好了 然后加完区段之后 这里给他增加链接 改这些属性有时候也是有用的 好了 我们少一下 他还是爆毒 爆毒之后 我们区段就不管他了 区段也不加了 直接再让他逐渐 这样也不行的话 我们再给他 选择 选择 这里你们随便选 我也随便选一下就行 就是 改他的设置啊 添加资源 这样子 他属性啊 一些什么东西 他就改掉了 然后就可以过掉 自定义吧 再少一下 主要就是加一些资源什么的 改一下属性啊什么的 这里我再给他插住一个图标 加个属性什么的 或者再给他改一下属性 然后确定 主件 这里呢 主要是因为我这些代码都是老旧的 所以会很难免杀 你们可以给他自己做一下 定位什么的 我这里 就用一些比较快的方法去给他面纱就算了 面纱呢 学到一定程度就不用学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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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子弹就免杀掉了 OK的 就是给他改一些资源什么的 我们生成一个出来 扫一下 也是免杀的 运行一下 可以上线的 好 本节课程比较慢 就是主要讲一下加资源 什么去过掉这个QAM 本地云跟这个年王云 好 整节课程就差不多到这里了 欢迎支持千道格 我是蒋师小关 再见